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上这课咱们了解了什么是PDO对不对 PDO也是连接数据库的PDO扩展 只不过它是使用驱动连接 所以咱们在安装PDO的时候 必须得安装对应连接哪个数据库的驱动才可以 这是咱们上几个重点介绍的 这几个我们看一下 PDO和我们传统的MySQL扩展有什么不同 对吧 对那咱们用MySQL扩展它是面向过程的方式提供的是函数库 对吧 有那么几十个函数有专门处理连接的有处理结果集的对不对 PDO是干嘛的它不是用函数的方式它是采用面向对象的思想给我们提供了几个类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边PDO这里边给我们提供了三个类 一个是PDO的类 看到了吗就是处理常见数据库的一些操作的对 比如处理增山盖察对不对处理一些属性对吧 是这个然后重点咱们要学的是这个类 叫做预处理类 我是这么叫的 因为这个是声明的意思 PDO声明对不对 那它先不用具体理解 你记着这是咱们第二个要讲的类 重点的类对不对 当然这几个我们设计不到这个类 对吧 记着在这个库里边给我提供两个类了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PDO一个caption 是一个caption的子类 专门处理PDO里边的异常的 所以我们在使用PDO的时候可以使用trypatch 抛出的所有异常都抛出了PDO也开始这个异常 所以咱们用这个异常对象接收就行了 里边没有处理的方案 但是里边有提示的方案 所以一些错误提示咱们都可以借鉴于它 对吧 那下边这就是PDO的驱动了 这个它不是咱们要写的类 咱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边只有三个类 而这个类里边 怎么的 就是继承它们的里边 里边方法跟负类的基本相同 对吧 所以咱们也不用太管 所以重点我们学习PDO就学习两个类 一个是PDO的类 一个PDO预处理类 学这两个类 清楚吗 那我们要想使用这两个类中的方法 我们就得知道如何创建这个类的对象 有了对象才能访问这个类中的方法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我们看一下PDO 我们如何创建PDO这个类对象 这是它的构造方法 对不对 这里边是这个类的方法 那构造方法 我们看一下它一共有多少个参数呢 是不是这么多参数啊 嗯 对吧 你看 我们可以点开详细的看 里边参数一共有四部分 对不对 咱先别管这四部分 咱们先看一下 以前咱们用的MySQL那套课展连接的时候 咱们都有哪些 看 看 tas.prp 然后咱们对比一下 看 原来咱们用MySQL连接的时候 还记不记得咱们都拿几步啊 第一个咱们是用MySQL下方线Conect 是不是用这个链接啊 里边分别指定了主机 主机 对吧 用户名 和数据库 MySQL的密码 123456 对吧 对 然后我们用用这个函数 MySQL下方线SEL ECT下方线DB 里边我们选择一个库 比如说细说PRP这个库 对吧 这是我们用MySQL连接的 PDO创建 PDO对象也有以上功能 创建 PDO 对象 怎么的 也可以 直接 怎么的 有以上功能 也就是 连接具体的数据库和选择哪个库的功能 它都有 对吧 嗯 那么看一下 创建PDO对象 那肯定就是 创建一个PTO等于NewP PTO 对吧 那么参数 是对上面主机用户密码库吗 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参数什么呢 但是我们创建PDO的时候咱们记住 可以用try catch 试着去创建 如果有问题的话 它会抛出一个PDO 你caption的异常 对吧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写上 数据库 数据库 连接失败 失败 原因是什么呢 通过E里边有个get messag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里边看到 如果 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不让它往下执行 对不对 如果 这块就是 输出一个 什么 创建 对象 成功 创建什么对象吧 PDO对象成功 如果有问题的话 它会出现错误 没有问题的话 会输出这句话 咱们能看到 成功了 失败 那么看下 创建PDO对象 这里边参数都有哪些呢 第一个叫做DSN 对吧 我先放在这儿 DSN 不明白什么意思吧 对 重点咱们创建对象 这重点就在这儿了 然后再看一下第二个参数 什么 用户名密码 这块指的就是你具体的 哪种数据库的用户名密码 对不对 比如说咱们如果联系 买SIFER的话 用户名是root 密码是123456 针对于咱们现在买SIFER数据库 用户名密码 是这个对不对 如果是二个 密码有可能是Tiger老虎 对不对 然后密码为空 等等 对不对 现在第四个参数 这又是干嘛的 看一下 是不是还有第四个参数 是不是除了第一个参数 其他参数都是可选的 那第四个我展示先不说 是驱动优化的一个选项 对吧 咱先不用 因为它是可选对不对 就用前三个参数 咱们先把DSN弄明白 DSN先把它弄明白 对不对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DSN是什么缩写 DSN是什么缩写呢 数据原名 数据原名 大家这是DSN翻译过来就是数据原名称 对吧 通过这个字面上不好理解 我前面跟大家说过 创建对象的时候可以实现上面这个功能 对不对 对 那么咱们现在创建对象和上边过程化连接 现在差距差在哪 现在这里边有 对 主机有吗 没有 在哪台机上的数据库没有吗 库有吗 下面死拉选的数据库 对不对 是不是还没有库 对不对 DSN体现出来就是什么 数据原 就数据的源头在哪 对不对 那如果DSN里边有哪台主机哪个库 哪台主机哪个库指的是不是数据的源头 对 那是不是就DSN呢 还有一个 咱们说了 还可以选择 选择怎么办处理哪个数据 系统 什么意思 咱这PTO和MySQL扩展相比的话 最主要的就是什么 它的功能可以连接各种数据库 对吧 连接各种数据库用使用驱动去连接的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里边我们想知道PTO连接的哪数据库 在数据源里边除了体现主机的信息 还有库的信息 还有库的信息 还得有什么 具体的哪种数据库的驱动 还得体现这一方面的信息 所以DSN是数据原名 这个数据源需要体现这三方面的信息 对吧 那咱们去看一下 现在了解什么是DSN了吧 对不对 只要在这里边填这三方面的信息 我创业对象的时候是不是就知道 我是想去连接哪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在哪个机器上 库名叫什么 用库名什么 密码什么 是不是全知道了 对吧 现在就是DSN该怎么写的 好多人这个是一个难点 因为他第一次接到对不对 对我们看一下怎么写很容易 在我们扩展里边 在PTO这边往上 我退一下 再退回来 在我们这扩展里边 下边是不是提供了PTO的驱动 对不对 对 你点开之后可以看到 它可以连接这么多驱动 看到了吗 嗯 如果你现在是想连接MySQL 345 咱们现在是用MySQL 5对不对 是不是使用PTO MySQL这个驱动 嗯 如果想连接Oracle Oracle调用接口 OCI对不对 对对 是不是使用PTO OCI 嗯 那其他也是类似了 IBMDB2什么都类似了 我现在就以OCI 也就是Oracle和MySQL 这两个都对比 如果你会写这两个驱动 按照同样的方法 你是不是就会写其他驱动了 比如说连接微软的Circle Server 用什么呢 看一下 这是CircleLite IBM的对不对 是微软的CircleServer 是不是选择这驱动 对对不对 你看PTO支持这么多成的这些 是不是都可以连接了 嗯 咱说了那我先以ROCI为例 看一下 点开OCI这个 看来点开这驱动名 这边 这里边 他不想点 对一下 我从这点也是一样的 Oracle的驱动 PDO 看到了 这块是不是有什么 PDOOCI DSN什么意思 是PDO的Oracle的什么数据原名 对吧 点开 点开之后这里边就告诉了 连接Oracle数据库的DSN该怎么写 你看下边说明说的很明白 这个是PDOOCI 数据原对不对 完成 这里边要想完成这个DSN 有以下几个方式 DSN的权缀是OCI DSN是一个数据 什么呢 你看我想连接Oracle的话 这块 前缀是谁啊 OCI 也就是冒号 就是驱动名 就什么 来我们再看一下 驱动名 前缀有了 然后什么 数据库 对 然后DB 就是数据库的位置和名称 你看 DB name 对不对 主机 端口和数据库 对不对 那我们这话可以仿照这个写 什么呢 比如说 我现在想知道Oracle在哪呢 我就写DB name 等于 再 假如说 192.168.1.111 这台机器上就在端口 二个数据库 断口默认是1521 对不对 下边的比如细车PP这个部 你看 现在 这里边什么 是不是驱动也有了 是OCI 当然这驱动前提 OCI驱动你必须先装上 对 没有这个意思吧 装上之后 你才能指定这个 用这个驱动去连接 什么呢 这台机器上的 152端口的这个部 是不是这三个星期都有了 对对吧 然后其他的还有一些设置自负集 那我们看一下范例 你看下边 OCI name 这话连接什么数据库 对不对 然后还可以写什么 Xside等于什么 自负机等于什么 单自负机 当然默认的就可以 不如写这个 这就是连接Oracle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什么驱动 对不对 当然我机器没有什么 没有Oracle 对不对 所以我这话现在也用不了 那我直接放吹一下 给你做一个样例 好吧 那连接MySQL 同样的方法 是不是知道了 我们后退一下 再后退一下 你看 MySQL 看到了吗 我们点开 这些东西 信息你都不能看 只要看下边 是不是有个什么 MySQL的数据源 对 打开这个 里边前缀是什么 MySQL 然后主机端口数据名 然后Sockit的连接 然后自负机 识别这些信息 他数据员体现这么多信息 对不对 我们直接看下范例就行 你看MySQL前缀 主机什么 库什么 我们只消这几个信息就行了 如果想指定Sockit的话 这么指定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只要改成 现在记住了 这条代码最好背下来 否则你每次都写 对不对 MySQL 是不是决定我用MySQL 这个驱动 连接MySQL 对不对 然后host 主机等于什么 loghost 可以吧 然后第二 db name等于细说 pnp这个处 看 我们现在 按照这个 你可以看范例 MySQL 主机 单一个只能端口 比如3306 对不对 咱们末日3301就不用指定了吧 然后数据库名 对吧 这就是他告诉我们的格式 那用同样的话 我现在请联接 微软的sql server 我知不知道dsn 我该怎么写 对吧 dsn不是dns 记住 他们不是一回事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 我能不能连接成功 因为我dsn也写对了 我数据库也写对了 用户名密码上都对了 对 我现在看能不能连接 什么数据库 连接我们的MySQL数据库 只要我们在这块 改章 test pp 是不是创建数据库 对了成功 对不对 如果这里边任意改错一下 比如说111 有这个库吗 没有 没有这个库 那我看一下 他会提示我们什么 创建数据的失败 对不对 未知数据库这个 对吧 如果我库 大家看好自己错误提示 你以后根据错误提示 你就真本错了 对不对 那我这12345678 密码 也不对吧 他又会另外提示我们 是不是告诉我们 用户名密码 是不对的 对吧 所以这块就是我们创建成功失败的一个提示 最主要的pdo 这几个参数要知道 当然还有第四个参数 对不对 第四个参数大家需要知道吗 对 那第四个参数呢 咱们在下节课再介绍 先直到前三个参数就够了 那我们改回正确的 你看就可以连接成功了 连接成功了 连接成功了 也就是我们这里边就可以有pdo对象了 有pdo对象我就可以访问pdo对象里边的所有的属性和方法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pdo的对象 对不对 创建成功了 而且不光创建成功了 连接数据就成功了 对不对 那我们不用它创建的话 我们也可以怎么答 你看 我们假如说不用pdo创建的话 再上一层 不再创建对象的时候 这边写 你全穿空折 给个dx也行 这里边也有什么方法 也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给我们单独去连接 对不对 当然那个就是不太重要的了 对吧 对一回一回事 所谓的一回事 对不对 除了这种方法可以创建pdo 其实pdo给我们提供了多少方法 其他的现在不重要 我就按手册给大家说一下就行了 点开它 点开工作方法 看一下 看他的给我们的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第一个 存pdo存用户名存密码 是不是可以创建成功 对吧 然后我们还可以直接什么 咱们说了 创建文对象 如果我现在想干嘛 想用资料扩展连接orgo 我别的都不用改 我只要安装一个orgo的驱动 对不对 并且把dsn改成orgo 把用户密码改成orgo 只要改这一行 什么就变了 是不是数据库就直接整套程序 全一直到连接orgo的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想要别人切换方便 你可以把dsn写到一个文件里去 对吧 再文件一改 整个项目的结果全改了 所以他支持在参数里边支持什么 支持我们将他写到数据库连接文件里去 在文件里边 刚才的字幕签怎么写 你就写到这文件里就行了 所以他直接dsn这个参数 就能打开这个文件 把里边读出来放在这儿吧 是一样的 那这种方式咱们现在也不用对不对 对 还有一种方式干嘛 你可以把什么 把pdo写到咱们配置文件里去 这样的话 咱们只要改pnp的配置文件 就可以改变什么 就可以改变pdo了 怎么改 你只需要在下边写上一个 在pdo的 扩展里边搜索一下 pdo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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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找到pdo的扩展了 对吧 在那下面你只要加一条 加一条什么呢 在这位置对不对 对吧 加一个是pdo.dsn. 然后自己写个名字 比如说这叫妹子 看到了吗 然后等于把dsn写在这儿 my circle 帽号 比如说 host的主机等于localhost 然后dbname等于细说pp 对吧 写到这个位置 这会儿是不是前边是必须的前缀 后边妹子 少一个意思啊 妹子是不是固定的 对吧 那这会儿改了之后 我只需要在这个地方 直接写谁就行了 我如果直接写写上 妹子 就可以了 他就会自己到配置文件里边找到谁啊 配置文件里边这个妹子这话 把后边dsn写出来 好处在 我只要虚改pdp配置文件 我就能干嘛呀 是不是就可以过去到 改变这个一从起 是不是有pdo 这个dsn就改了 dsn改了是不是数据不清 这个模式就改了 对吧 但是这个方式也不是咱们去怎么呢 也不是咱们想用的方式 对不对 对 所以咱们这会儿还是改成这种方式行吗 我只跟大家介绍 可以支持这种什么结构 这种方式去写对不对 这就是创建pdo对象的几种方式 但是咱们只用这种 好 这几个咱们创建pdo对象成功了 那下几个咱们是不是就使用pdo对象中的方法了 对不对 属性和方法 然后咱看能完成什么样的功能 对对吧 万事开通难 学pdo最主要的就是创建对象之前 这个理解什么是pdo和创建pdo对象 理解dsn这是最主要的 这些一旦理解了 里边的属性方法就是去用 完成你想要的功能 就跟使用其他故事一样的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有关pdo的具体的详细的操作 咱们下节课咱们再详细的介绍 那我们这节课就先介绍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求你自己在就打飞 oss